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这一条就是古丁 那边就是太湖 依托太湖他们如何靠水生财 哎呀 这旁边干嘛不小啊 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帮助百景走出一条富民之路 全县已经发展建立了237个党全创业扶贫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精准扶贫小康中国系列之脱贫致富讨护助 生财有道支付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啊 我是有可能祝您致富的天孝 那今天呢给大家寻找生财之道 我到了哪了呢 到了这个浙江的长兴了 长兴县位于浙江省最北端 东陵太湖与苏州无锡隔湖相往 处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结合部 可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这个繁荣富足的鱼米之乡 虽然长兴是个富足之地 但也依然存在一部分低收入群体 这些年来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之道 您是陆书记是吧 你好 我这找咱们这个小成都村呢 我们小成都村呢 以前的时候呢 一个小宜村 以太湖打一为生 那么通过这次年的话呢 把这个我们这个老街 这个老封镜街的话呢 从14年这个三省呢 给它改造了 锦铃太湖的小尘独村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过去这里一直是太湖水产交易 最为繁忙的商部之一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里的繁忙景象不复往昔 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芒 2014年 村党组织决定好好利用 这个独特的旅游资源 重新打造这个古村落 由政府牵头 投资 对该村进行统一设计和装修 形成了一条旅游特色街 这一条就是古地 这条古地的话嘛 我们以前就是呢 那边就是太湖了 以前就是靠这个 这条古地是防红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防红大把新的建起来的呢 真的呢 这个跟旅游一样了 这个也有 将近有300度里这个历史的 人家明天明天 小尘独村重新修缮后 效果非常明显 每年来此游览 休闲的人非常多 这也给当地的村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低收入家庭 还因此摆脱了贫困 治了富 太湖西 应该就是这儿 您好 您好 您是杨老板吗 您好 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客户要的大闸蟹 要大闸蟹 那你在这儿就准备绑着 要出货了 这意思是吧 那您这个 以前做什么呀 以前在外面打工的 以前这个收入条件情况怎么样 以前收入很差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一个月大手几百块钱一个月 几百块钱 那你这生活上能维持得下去吗 那以前不行 这个温饭都不够 这个温饭都不够 杨卫红 小陈独村村民 以前杨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父亲常年身体不好 经济压力非常的大 自从风情街建好之后 党群创业互助会也支持他创业 帮他做起了水产批发的生意 有了大家的帮助 杨卫红水产生意也是越做越好 2015年他的年收入超过了20万元 彻底脱困 达到了小康 那么我们小中的村 这个岛群互助会呢 岛支部牵头 就是呢 主要这个目的 就是我们这个岛员包住 这个我们这个群众 困难群众 这一个平台 包住他主持这个控制 长兴县的党群创业互助会 始于2010年 主要就是以村党组织为主导 以党员创业中心互为主体 通过解决项目 资金 技术 市场等难题 来帮助低收入农户脱贫的一项举措 经过几年的实践 效果非常明显 古举树 树了约260年 就这棵 这是不是咱们村最老的一棵树了吧 是的 就相当于是镇村之宝了 这一棵树 镇村之宝 对 举树 这有一棵古举树 然后您这地方叫举树农庄 是吧 有什么关系吗 我是直接就想沾沾它的光 我心想因为我当初来办农庄的时候 也为这个取名字费了很大的神往 说哎呀叫什么农庄呢 后来一想 呀我们农庄就在这个举树旁边 那我索性就叫举树农庄好了 也希望能够沾沾它的喜庆 哎呀这地儿跳得太好了啊 门前一棵古举树 这是在多好的风水里 对背靠大树好成年了 不闪一心的小尘独村 不仅给村民带来了致富的新途径 而这里优美的环境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自经商 成敏 长青县人 因为看好这里未来的发展前景 2014年 她带着家人来到了谷街 经营起了这家农庄 那像我们的服务员 然后我们的喜太阿姨 一共的话有12位 那就是全部都是采用村里面的一些 生育劳动力 那一年的话 年收入基本上也要在那个 三万五千块钱左右 方便了我们 那也方便了村里面 也解决了村里面的一些劳动力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如今成敏的山庄经营的是风生水起 生意非常火爆 成敏家的菜全部是地道的当地农家菜 味道相当的纯正 来此寻访的天校当然也不会错过 到农家乐来了 这个农家菜是肯定得尝一尝的 这不是我今天我找着了 我一翻打听之后 这有一个特色非常好吃 大姨今天这是要做什么呀 这个青团子 青团子 这青团子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吧 做一个特色的 特色的 青团子大概是怎么做 您能先给讲讲吗 这个青团子不要放点南瓜叶子 放在里面搞点水 一揉揉好了再做一下 为什么要放南瓜叶子呀 这个做这个青团子好看 好看 好吃 好吃 还有营养 南瓜叶子嘛 对 那这个青团子其实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这个青团子是圆圆的一个 圆圆的一个 里头还有馅吧 我看你这架势 这是笋干 这个笋干 这个咸菜 冬菜 这是冬菜 这是肉 是吧 那你开始做吧 做青团子 首先要炒制馅料 先把当地出产的菜肠油烧热后 再在锅中加入切碎的猪肉 笋干冬菜 大火爆炒 大约几分钟 青团子的馅料就做好了 这青团子好啊 当地这个逢年过节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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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个东西 团团圆圆啊 吃上去据说味道也好 还有这个美好的韵腻 是不是要办理 对对对 制作青团子使用的是糯米粉 首先加入温水 跟南瓜叶子一起搅拌 然后进行揉制 大约揉制十几分钟后 面粉呈现出均匀的绿色 青团子的面就做好了 在做好的面皮里包上炒熟的馅料 装上笼屁上火 好了 可以上锅 大约经过十几分钟的争执 一道晶莹翠绿香气四溢的 长兴小吃青团子就做好了 青团子好了 我再来一个 一点都不客气 我去尝尝 好吃 一口咬下去是两个世界 关键是外皮它是糯米的 又软又糯 而且还有菜香味 关键是里头馅特别好 里头有笋干 有肉 笋干一咬是特别的脆 然后肉还特别的香 放在一起是特别的鲜 哎呀 这个味道太好了 的确是一口咬下去 两个世界 好吃 哎呀 哎呀 干味得晃 差不多了 还是没有啊 这还是掉不上来 大哥骗我 大哥 太骗人了 掉不上来啊 不会吧 早晨四点多钟就在这掉啊 一直掉到现在 这都九点多了 五十二十了 我也没掉过来 很好掉的呗 这怎么掉啊 这个我看一下啊 啊 我看这钩下的不错 对 这你给我下的 主要是这个钩 先把它排一下 啊 是吧 来一会呢 这个鹿呢 把它呢 搞一下以后呢 就放一块肉 对 放一块肉 不知道我们掉了 我们吧 别着急啊 就这样慢慢的放下去 慢慢放下去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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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放下去 啊放下去 这挡着就行了呗 嗯 就等着 挡着啊 这大概一般情况下 要像你钓的话 多长时间能给钓上来啊 那很快的 这螃蟹金箍了以后了 开到那个路了 就马上就爬上来 哈哈哈哈 还是大哥人实在 一不小心就给说漏了 哎 螃蟹金箍的时候呢 它就给钓上来了 我们钓螃蟹呢 活这么大 说句实话 我还从来没钓过螃蟹呢啊 哎呀有有有有 我这个水就游了游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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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已经把这个肉咬住了 你看看 有点拼命他在吃肉 对 但你别说哎大哥 这螃蟹还挺聪明 还自己往下剪线 自救 你看你看 你看 自己往下摘这个线 往下拿 就跟咱们的头发落在身上了 找不着那感觉一样 你太聪明了你啊 天下来钓螃蟹的这个地方 是长兴的洪桥镇橡树夏村 这里仅邻太湖南岸 因此水资源非常丰富 在以前 全村主要靠种植水稻为生 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传统农业 虽然守着太湖这么优质的水资源 收入却并不高 近几年 红桥镇政府利用自己的地域资源优势 开始引领农户养殖水产品 重点就是螃蟹 通过资金扶持 技术引导 没几年 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河蟹 这螃蟹各头不小 这螃蟹得有多大 这个螃蟹 一个得有三次两 现在我看你这是往上捞的是吧 那这个螃蟹怎么看怎么挑 主要是看高度 就是很高滑的 有亮度 还有白度 还有胸部 突出 证明这个蟹是健康的蟹 那就跟人一样 对 男的得有胸肌 对 对对对 是不是 说的太对了 像我这儿呢 也能 那就是很健康的蟹 健康的蟹 还有开的是什么呢 金枣 金枣 王毛 这个毛是黄毛 金枣 这是正宗的长江绒毛蟹 那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看的这个方面 如果它都比较好的话 是不是这蟹这一只卖的价钱就贵一点 对对 那像 像我们家 今年是特别贵 像这个蟹现在我们是 我们整个合作社的 我们收购价值了150块钱一斤了 今年是产量又高 价格又好 今年大厦都是那个这个钱也占得很好的 哦 我说来的怎么一看大伙都满面春光的呢 洪桥镇现有河蟹养殖面积2.3万亩 产量1400多吨 产值达1.2亿元 占整个洪桥农业产值的65%以上 河蟹养殖已成为全镇农业收入的支柱产业 然而 虽然这里很多人都通过养蟹治了腹 但也有个别情况 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 经济仍然处于困难的状态 那么我老婆身体也不好 我父亲呢 当时呢 我觉得亚派去洗这个 两年 他也上了癌症 那么也都 身体不好嘛 不得重的嘛 沈永江 五十岁 洪桥镇相树夏村村民 本世纪初 他跟随村里的老乡去上海打工做生意 然而 让人感到无奈的是 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2013年 无奈之下 老沈只好回了老家 开始重新生活 村党支部的党权互助会 早就看到了老沈一家的困难 也在积极想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他早日脱困 那么所以呢 我们村里 做他的工作 叫他呢 野养核蟹 那么他那个 精致调节比较差 那的时候呢 我们村里 盖部 帮他下办法 要么是带一点款 那么我们村里的扶持 没多久 老沈养殖螃蟹的池塘就建好了 信心满满的他 起早贪黑 每天都泡在蟹塘里 毕竟是第一次养殖螃蟹 没有太多的经验 因此 老沈养起螃蟹来 就更加的努力跟小心 然而 事与认为 眼看到了第一次收获蟹苗的时候 结果 却出人意料 都在这个苗啊 不肯打打嘛 你看 长毛里少嘛 文讯赶来的村干部 赶紧跟老沈一起 仔细检查到的蟹塘 很快就找到了问题 那开始养小蟹的时候呢 是我们那个农田 只挖农田开挖的 开挖的嘛 就是那个农药材流在里面了 没有开挖去 盖净 没有开挖盖净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材流在河蟹 小蟹里面了 原来是农药残留 影响了蟹苗的生长 虽然第一次养殖蟹苗 老沈算是失败了 但好在他这一次 属于试探性养殖 养殖面积非常小 因此这一次失败 并没有给老沈 带来很大的损失 接下来在村干部的鼓励下 很快老沈又开始了 自己的第二次蟹苗养殖 这次老沈养起来 这个螃蟹苗可以说是更加的细心 洗澡贪黑 没日没夜 可以说是不辞劳苦 转眼之间又到了螃蟹苗 要收获的季节了 但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 老沈却渐渐的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发现这个池塘里头的螃蟹苗 好像是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心急如焚的老沈 赶紧去请教技术员 想看看他的螃蟹到底去了哪里 经过一番调查 很快原因就找到了 蟹苗养下次的时候 他要在外河里面打水打进来 打水打进来 他不知道 也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 就在外河打水的时候 就那个黑鱼 小黑鱼打进来了 打进来了 就是那个小蟹苗 给黑鱼吃完了 全是一点也没有吃的 这一次可真是让老沈血本无归 不但将近半年的心血白费 而且想从头再来 手里也彻底没有了翻身的资本 那么我们称里盖部了 又是那个 开始把他为他招结了 招结了 好像那个他那个核心没有了 他一年的输入也没有了 那么后来我们称里盖部 也为他着想 那么这一天且给他 再次找那个小蟹苗 招了再养 这里面那个制作培性嘛 每一年都有培性的 那么我叫他也是拆架那个培性 那么这一年还好 也那个成本也给他拉回来了 经过了这一般风雨 老沈的螃蟹养殖 终于走上了正轨 如今老沈通过养殖螃蟹 不但解决了自家的经济困难 而且还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如今他每年通过养殖蟹苗 收入近20万元 可以说是党群创业互助会 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让他走上了一条小康之路 在长兴县的农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要创业跟党走 想致富快入会 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这个会 指的就是长兴县的党群创业互助会 那虽然同样都是互助会 但是各村却各自都有高招 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咱们接着往下瞧出发 天校接下来要寻访的 是长兴县跨西街道的新庄村 这里虽然地处山地 但却是远近闻名的草莓之乡 这里草莓种植面积有600多亩 是长兴县境内规模最大的草莓生产基地 2015年这里出产新鲜草莓1000多吨 总产值超过2000多万元 忙着呢 院长 哎 忙着呢 干嘛呢 现在就是给他整理一下 那个老爷清一下 草莓马上要丧失了 搞搞干净 哦 这里之所以能够成为草莓之乡 主要还是政府的引导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打造草莓产业 县政府和街道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鼓励扶持政策 陆续投入了上千万元 来打造这个草莓种植基地 哎呀 又一个 哎呀 这多新鲜 这产业就可以吃了吧 可以吃 不用洗一洗啊 不也洗 尝一个 哎呀 草莓真好吃哎 水分特足 而且特别特别甜 这一吃就只有小时候吃草莓的味 哎 你这草莓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了 哎呐 这个还更加红了 这更红 嗯 这更红 实心的 哎 对 我以前吃的都是这个空心的还有 空心的也比较少 我们这个主要是下几肥的全都是有机肥 所以这个品质是呃 比比比那个下化为下的多的比呃 有机肥种植的好好吃 口感好 嗯 所以这个这个草莓吃上去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好 而且吃上去感觉特别安全是吧 摘下来就能吃 这什么时候遇到过这种场面 这个 嗯 在政府的帮助下 化西街道的草莓种植户们很快成为了行家离手 尤其是新庄村 这里家家户户都在种植草莓 一颗颗小小的草莓 不但让这里的农业产业转型升了急 更是让这里的老百姓脱贫致了负 哎呀 算逮着您了 这会儿捡了这么一大盆啊 哦 我这我这 你再尝一个 您这要往哪拿呀 往长青 全新拿 嗯 您一共多少亩地 一年收能收多少接 这个 这个两个 两个棚 我这四亩地的 那个 那现在我这个 神面积 神中面积 嗯 大家是年母 年母都体 一年可以 这样子呢 可以收五万 五万块 收五万块钱 嗯 纯收入啊 够您喝酒吗 够喝酒吗 够喝酒 哈哈 中淮金 长青县化西街道新庄村村里 以前主要依靠种植水稻为生 由于这里地处山地 耕地面积少 种水稻的收入非常有限 虽然很辛苦 但也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2011年 化西街道政府开始在新庄村推广种植草莓 各种扶植政策给仲淮金这样的困难户 打开了一扇致富之门 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呢 组建了一个党型互助会 目的的主要是要那些低收支户 能够尽快的特贫致富 从传统的农业 种植模式 展位 就是高效的现代农业当中来 政府呢 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搭建一个平台 就是说每一亩地呢 就是要补助的 就是说有四千亿亩 就是来鼓励当地农民 来发展种植这个大棚草莓 为了让大家都能种植草莓 政府出资帮助农户建了大棚 但是农户自己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可当时像老众这样的困难户手里 根本没有钱 于是村里的干部出面 为他担保贷了款 那个时候我老婆啊 我老婆也跟我讲 哎呦 今天投资你的花成本这么高啊 代价这么大 这个花门市怎么办呢 我说不要怕 因为有人家在支持的嘛 我说不要怕 还是自己赶持来吧 到宁治 好 那待会发展了 他心里也高兴了 目前 长兴县政府 已经把党群创业互助会 这种形式当成一项重要的扶贫举措 可以说 无论是养殖螃蟹的神永江 还是种植草莓的种怀金 还有利用风情皆致富的小陈独村村民 他们都是借助党群创业互助会的帮助 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 才让他们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财路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 全县的已经发展建立了237个党群创业互助会 带动困难党人困难群众 创业征收的达到3.5万多人 广大困难群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确确实实 征收致富都到了手里 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这一条就是谷地 那边就是太湖来 依托太湖他们如何靠水生财 哎呀 这庞金带他不小啊 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帮助百姓走出一条富民之路 全县的已经发展建立了237个党群创业互助会 进行收看生财有道 精准扶贫小康中国系列之脱贫致富靠互助 在当地党群护助会这种扶贫的形式 大家都说非常的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把它称作是一种造写式的扶贫方式 当地的政府为受扶贫的对象 而不仅仅提供资金的支持来源 同时还为他们提供项目 提供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 遇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途径 同时还提供销售渠道等等 方方面面非常的周到 这就使得当地的受扶贫的对象 其实他们自身进入到了一个 良性循环发展的过程当中 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之后 他们自身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向前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局面 所以说到这的时候我就在想 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话 一句什么样的话 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道呢 所以各位生财有道 今日之道 我觉得那句老话说的挺好的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什么样的扶贫模式能让贫困户一年脱贫 并年入三万元 鱼苗政府帮提供 什么样的致富方式能够让他们带头致富 心生满足 那个收入我挺满意的 一年可以多了七八千 什么样的技术引进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我们在种植栅基地每年的那个收入是三百多瓦 进去收看下期的生财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